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论是贵族或是穷人的日常生活必需品呢 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你将会惊讶地发现代表甜蜜的糖 既然同时是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 人人平等与工业革命的起源 欢迎您来到听说您很棒 我是云朵杨妹 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读书心得 是融合人类学 经济学与显示文学 带领我们经历这堂 如何重新塑造经济与社会的书籍 甜与权利 糖 改变世界体系运转的关键枢纽 我们将关注点放在这堂 也就是透过榨学甘蔗取得的糖与它的衍生物 是如何在人类的生活中取得重要地位的 故事要从这堂的盛产说起 其实甘蔗与甜菜是两种植物 经过加工处理后都能产生这堂这种碳水化合物 但是甜菜一直要等到拿破仑的推广之后 才成为这堂的重要原料之一 在此之前 甘蔗一直扮演这堂主要原料的角色 最早的制堂文献出现在1500年前的印度 现在英文的Sugar就是来自于印度范文中糖的读音 也就是说制堂工艺就是起源于印度 然而自古以来 政治与领土的扩张总会带来文化交流与物品流通 于是后来的波斯打印度 阿拉伯打波斯 十字军又东征打阿拉伯 这堂于是随着战争的脚步赖掉了欧洲 也同时将灌溉水利工程与劳力管理的技术 则同时带到了欧洲 但是战争也导致了人口下滑 再加上瘟疫与黑死病爆发 糖这种劳力密集商品的生产就面临人力短缺了 为了填补缺口 统治者与这堂业者开始引进并使用更多奴隶 这就是既血腥又惨无人道的奴隶制度的起源 16世纪进入了大航海时代 制堂业的重心随着海上帝国扩张 从地中海转移到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大西洋的岛国 但是同一个时期也兴起了采矿业 由于开矿就等于是在山上打洞 挖出来的矿就等于是钱 比起看天吃饭的甘蔗种植 开矿赚钱又快又直接 风险还更低 于是大量的资源与人力都转移到了采矿业 制堂业眼看着就要成为西洋产业了 但是这个时候 英国人也加入了大航海时代 英国人眼看着最赚钱的采矿业早就被别人解读现代了 但是自己又不甘心看着别人吃肉 而自己却只能喝汤 于是干脆趁大家都一窝蜂投入采矿业的机会 全力发展干这种植与制堂业 因为英国人发现 糖人人爱吃 而且吃过了就会上瘾 而且这种上瘾跟烟草上瘾不一样 完全没有道德上的愧疚 既然英国自己每年要花费巨资跟别的国家买糖吃 不如自己种植甘蔗 生产甘蔗 一则省得花钱出去买 二则有机会出口给别的国家赚外汇 于是开始在海外殖民地大量使用奴隶 为了养活这些奴隶 当然要提供大量的生活必需品 还有种植甘蔗生产这堂需要的各种工具与设备 这就等于为英国本土制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而且这也会造成大量的运输需求 无论是运送物资还是货品 都会需要强大的海上武力来确保安全 于是又加速了英国海军的发展 等于以利堂的教义 串起了英国本地的工人 商人 殖民地的奴隶 海上和舰队 旷空里的统治者 与全世界从此离不开堂的拼命百姓 也造就了英国日不落帝国的神话 但神话并不会来自于幸运或是偶然 这里面当然包含着令人拍案叫绝 不服都不行的故事 之前提到了 制造这堂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因为从一根甘蔗在田里被收割下来 变成倒放在罐子里 一粒粒溅水就化的颗粒里面包含了既复杂又精细的工艺 于是就产生了各种不同工序与分工的设计 例如砍伐 去皮 褶枝 真主 提炼 工人开始被分配到不同的工作小组 随后就逐渐发展出严格的工作纪律 包含生活起居的时间 要配合24小时的轮班 来完成最大的产能 这时候已经看到了工业化的雏形了 也就是一种新形态的人群组织 里面有层纪管理 纪律服从 专业分工 时间安排 生产计划 获胜胜的资本主义 而且当时的英国人已经开始不花自己的钱去生产这糖了 他们会搞融资还资本运作 人都没有在殖民地出现过早已赚得很满波满 你一定没想到吧 资本主义的起点竟然如此甜蜜 糖的盛产先说到这里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糖的运用 由于不是原产地 早期糖在欧洲想当然是一种奢侈品 只有王公贵族有能力享用 一般老百姓连看街的机会恐怕都没有 而且由于价格高昂 就算是王公贵族也只能浅尝而不能放肆 纯粹属于调味品的地位 直到前面说到的英国人开始介入大量生产后 有钱人终于开始大快朵頤 甚至出现了糖雕这种工艺品 简单说就是糖果烘焙师利用糖的装饰性 先将糖与其他各式各样的材料进行配比混合 例如胶水、杏仁 先让糖具备延展性 并在硬化前进行雕塑 做成各种装饰 画作或人物、动物、建筑物等各种艺术品级别的造型 甚至可以创造政治符号 让糖雕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 当时的国王艳客 随着每一道菜肴被端上来的 同时都有糖雕展示 样貌都是为了展示国王的权力、力量、可权 这跟现在旅游景点卖给小朋友的糖雕 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 因为这些作品都是当时王冠贵族展现权力、地位的玩物 现在的蛋糕、甜点、巧克力 这些甜的可以溺死人的食物就是那个时代有钱人下户攀比炫富的后遗症 但我们还是吃的挺开心的不是吗? 可见糖的影响有多么深远 而且比糖入菜还显示权贵 就连大陆与台湾也在历史的洪流中无法避免地攻逢其胜 大家都知道上海菜与台南菜都偏甜 原来也是因为这两地最早接触欧美列强 于是也都受到了同样的习惯与心态影响 做菜时把糖当作不要钱的一样拼命家 因错阳差地成为了具有另类风味的两大菜系 不过世界上没有不转的风水 后来美洲也开始大规模种植甘蔗 于是这糖的产量得到了扩张 一般老百姓家里也消费得起了 于是开始学着有钱人吃糖 从此请客吃饭 年纪送礼 走访亲友 全都离不开甜点 就像是恨不得把以前吃不起的时候留下的遗憾 一直吃饱吃好的报复心态 就怕别人不知道自己不但吃过糖 而且还可以把糖当饭吃 从此人与人之间的差异逐渐被抹平了 阶级与身份失去了作用 人们更努力地追求自己可以被满足的欲望 于是资本主义开始出现了人人平等的观念 很快可口可乐就出现了 不论你是美国人还是苏联人 是工人还是总统 你享用的都是同一种可乐 这样的广告 你一定没想到吧 人人平等的观念 西电竟然也是如此甜蜜 但这并不是糖成为普及品的原因 真正让糖在当时的英国走进千家万户的 是中国人的茶叶 以前的英国平民 一天三三除了面包根本没有其他选择 为了让干色的面包容易下咽 当时只有啤酒与牛奶可以搭配 但是它们都不是一般老百姓能不担得起的奢侈品 只能老老实实喝点精水 但是这时候有趣的事情发生了 有人发现如果在中国茶里面加了糖 原本茶水的苦涩就会立刻消失 变得香甜顺口 一般人在工厂辛苦工作一天之后 喝一杯加了糖的茶水 不但解渴更补充了能量 于是这种具有神奇充电功能的饮料 就在一般百姓当中迅速普及 也造成了我们听到下午茶 就会联想到英国人的不有形象 到这里也许有人心想 当时难道没有水果吗 水果本身与果汁都是很适合搭配面包 一起食用的不是吗 谁说只有啤酒与牛奶可以选择 没错 当时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也就是当时的劳动者 对于新鲜水果非常畏惧 认为大量摄取对身体会有危害 而这个偏见是来自古罗马医师造成的误会 而且下地的时候因而容易发生腹泻 这就更加深入当时的人们对于水果的恐惧 当然这时候聪明的资本家早就发现了 工人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吃得起糖 因此应该让工人吃更多的糖 他们越爱吃就会越拼命加班工作 才能用多赚来的钱买更多的糖 资本家就可以建议压榨出更多的劳动力 于是一场疯狂的吃糖运动 就在资本家的运作下展开了 资本家主张 糖不是有钱有地位的人的专利 因为一般老百姓也是人 而且他们大都从事劳动 更需要糖的补充 因此政府应该主动把糖分配给士兵 工人 穷人 孩童 结果是原本英国人可能对糖没有那么的依赖 但是政府长期地喂他们吃糖 这种雨露均战的喂食方式 甚至让社会主义进入了萌芽的阶段 你一定没想到吧 社会主义的观念起点原来也是这么甜蜜 早期的英国家庭的运作跟我们印象中的普通家庭 没有什么不一样 至少每天的晚餐 至少每天的晚餐 每天的晚餐 每天都会下厨 准备一顿起码的晚餐 来为饱辛苦工作一天的丈夫 别正在发育长大的孩子们 但是就像前面说的 工人开始更频繁的加班 在工厂 用面包 甜茶 冲击 已经满足了 从食堂的普及 也带到了果酱的普及 孩童哪里挡得住面包 夹果酱的终极诱惑啊 这样一来 妇女根本不需要再下厨了 一家人生活的绝大多数时间 都是各吃各的 在餐桌上画家常 联络感情的机会 越来越少 于是 跟东方的人情社会 距离就越来越远了 东西文化 开始快速拉大差距 说到这里 无法不感慨欧美饮食习惯的 令人惊讶 各种加入了大量糖分 可以立即享用的食物 成品 不半成品 等于由资本家 完全决定了人的饮食自由 但又用自由 快捷 便利的外表 来包装这些工业食品 一步五步 蚕食进退 人类对食物的选择权 资本家等于透过对糖的控制 放肆地打压这人类社会的样貌 运食结构 这 就是权利 你想想看 每天上班工作的中间休息时间 与用餐时间是基于什么要求去设计的 是不是原本就要诱导我们 去使用那些方便快捷 却又含有大量热量糖分 好吃的让你填不了的工业化食品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 人们总是喜欢将甜食 留给或送给女性 似乎女性的甜美 本来就应该与甜食画上等号 实际上 这种行为 也跟于我们今天谈论的 甜与权利 密不可分 原来是当初英国在工业革命的时代 家里的蛋白质都尽量要留给从事劳力工作的男性食用 女性与孩童 饿了 只能透过糖来补充能量 今天我们看似正常的女性爱好甜食 实际上竟然也是种剥削的后遗症 因此 欧美国家的人偏好甜食都源自于同样的理由 就是权力的游泄 几个世纪的海权争霸 资本主义的商业竞争 惨绝人寰的奴隶制度 疯狂扩张的海外殖民 凭借着这堂八家的资产阶级新贵 经由对糖分的控制 不断改造甚至剥夺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 看来纯净又无害的白糖 既然承载英国过去数百年的荣耀与罪恶 整个英国的政治社会经济 都因为糖而产生了食料危机的结构性改变 你一定没想到吧 原来英国近代史最重要的历史事件 既不是工业革命也不是亚当斯密 更亏是蒸汽机 而是一杯杯英国工人的下午茶 以上就是人类与糖的关系 但故事远远没有结束 我们与糖的历史篇章 恐怕才刚刚开始而已 最后是我对这本书的一句话总结 食物从我们出生后开始滋养着我们 却又同时将我们一步步看向生命的终点 而这中间的路程也不平静 满布着一张张让我们欲罢不能的甜蜜的陷阱 要说人生就是一场甜蜜的谎言 用这本书的角度看 我真的信了 恭喜您得到了甜与权力 糖改变世界体系运转的关键枢纽 精华心得 我是云朵杨妹 请您慷慨地给我鼓励 欢迎秒钟点赞并订阅这个频道 然后将我的解读转贴给你的朋友 让大家都知道 听说你很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